叶子掉的比较多了 不过还能看到点秋色 旁边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末房 1751年的就建好了 现在是一个保留的一个像一个小的博物馆一样 不过现在因为是疫情 所以它没有开 不然里面可以进去看一下 1750年现在已经是国家性的了 保护的了 旁边这个小路还可以看到它的后面 这个地方都没有关 外部都可以走一走看一下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应该走到旁边那个小河边了 刚才从上面可以看到的那种黑水的地方 对 从这儿可以看到咱们是刚刚从那边下来的 这就是最早的那个末 叫什么水末吧 现在是可以往山上走 它这个山上有一个很长的徒步路 A trail 今天天气很暖啊 所以出来走的人不少 它这个里面的叶子还是很漂亮的 红的黄的 只要打成光就特漂亮 山里的这个徒步路都挺好的 都是这种不沾道 木头的 所以非常好走 这小屋子在这个阳光下看着多好看啊 这个有点夕阳了现在 直接对着这片湖 现在这个树场还是有点偷红的颜色 旁边是那个什么 是一个管理人员住的地方 这是另外一个小湖 跟旁边应该是连着的下面 这里面的空气 特别的舒服 这个水要是很安静的话 你看这个小波浪特漂亮 多舒服 多舒服 啊 Hello Hello H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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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有一片 像草地一样的那一片 里面有一个外星人坐着像外星人来的船一样 现在过去看一眼 夏天来的时候这个草地是矮矮的 既然现在长得这么高了 这就是秋天的样子 那好像有一点点的彩虹 嗯 在天上 一会儿 夏天上 一会儿 夏天 夏天 就是 夏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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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